八代、九代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下午呢 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款 是CIVIC八代 那首先很謝謝八代跟九代的車友 很支持KT的產品 那很多的八代、九代的車友呢 都安裝了KT的產品 那今天呢 剛好是要安裝KT的避震器 那這個版本比較不太一樣 這個版本呢 算是禁忌的版本 禁忌的版本 我們在彈簧的公斤數 或者是一些配置上呢 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順道 因為之前有直播的話 應該都是一般的道路版居多 今天的禁忌版本呢 剛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開了直播呢 跟各位車友做一下分享 那當然很謝謝八代、九代的車友 那麼捧場 那這一台車呢 我們也剛好都有實車 可以提供給八代、九代的車友們試乘 所以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那這一個禁忌的版本 在上座的配置上面 我們所使用的是 這個是魚眼上座 它可以調整前輪CAMBER的角度 那掃掉了強化上座 橡皮的緩衝力套之後 所以它的轉向呢 自然就會更犀利 那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地方呢 是在調整軟硬的 我們一樣往順時針的方向調整 它就會變硬 有點暗 像這樣的話 它就變硬 定時針的話 就變軟 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 可以做調整 那這個前輪呢 就可以做CAMBER的調整 基本上車友的這部車 原來呢 已經有改裝了避震器 那只是使用的時間呢 有一點久 有開始有老化 有漏油的狀況 所以決定太換成我們KT的 那本來的話呢 譬如說大包啦 RR包 這個算是制服改 或者是215 4517的輪胎旅圈 這個都已經有改裝完畢了 那前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配置的是7公斤 那阻尼的話 因為是禁忌版本的關係呢 阻尼也有做強化 前面的彈簧是配置了200長10公斤 還預計等一下的車高呢 2154517 降到大概剩兩指半左右 兩指半 前面的話 呃 配置的是直捲彈簧 200長10公斤 那這些ABS感應線 或者是油管固定架 那這些都是跟原廠的威直式一樣的 那車高的調整 從這個地方呢 來做調整 前面的調整 因為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大概稍微解說一下之後呢 車友應該就有辦法來自行做調整 我們把這個 藍色腳管上方的齒輪狀托盤呢 往這個方向旋轉 它就會變鬆 變鬆之後呢 它的整體長度呢 拉長 車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 如果把整體的長度縮短 側高就變低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呢 相當的寬裕喔 就最高的話呢 可以跟原廠一樣 最低的話 輪胎 要跟葉子板切齊呢 也都沒有問題 那KT不論是道路板或競技板呢 我們都有附上座 所以原廠的上座呢 就不需要再做沿用 那主女友的部分 我們所使用的是義大利 一整筒進口IP的主名友 油封的話 就是日本最大的油封製造廠 NOK的油封 所以耐用度上的話 都相當的好 那最主要的話 還是避震器 現在台灣的品牌也不少 最主要是 呃 乘坐的感覺呢 需要讓車友實際來試乘看看 體驗看看 所以我們都有實車 很歡迎車友呢 來試乘看看 北部也有喔 北部的話 像我有Tag那個葉大俠 葉大俠自己本身呢 也是開CIVIC八代喔 也可以找葉大俠來試乘 好這是前面的部分喔 那前面的話 在上座喔 這個是語言上座嘛 在上座的下方呢 他有一個軸層 可是這個角度的話 看不太到喔 在上座的下方呢 他有一個軸層 軸層在 彈簧的上方 這個軸層呢 也是日本很棒的 知名品牌的軸層喔 所以我們在 魚眼上座的 配置下方呢 就會做了一個軸層 讓 呃 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他的 他前面是 麥花神的懸吊系統 他避震器是會 跟著旋轉 但是有了那個軸層的 呃 輔助之後呢 他在轉向的時候 彈簧呢 就不會 不會有跳動的狀況喔 就比較不會容易有異音 另外呢 也會延長前面魚眼的使用壽命 所以這個是KT比較貼心 比較特別的地方 在上座的上方喔 記得這個地方有一個 埋設了一個 彈簧上蓋的軸層 而且軸層的用料呢 一樣都是用日本 好 這是前面的部分 另外一邊的後方 好像還沒有 還在安裝當中 這邊抓好了齁 後面的話 正常來說齁 CIVIC 8代呢 他有一個 很大型的彈簧的上橡皮 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車友呢 原來就已經有改裝了 避震器齁 所以那個橡皮的話 第一個已經不在了 第二個 剛好車友呢 呃 要改裝的版本呢 剛好是競技版 所以那個橡皮呢 也不需要用到 那改裝了這個進氣版的話呢 因為直捲彈簧 它的稱度比較好 所以我們配置的彈簧是 呃 180長 8公斤的直捲 那如果呢 車主的話 車友齁 是需要比較舒適的設定呢 那就會建議呢 要用大捲的 它的彈簧呢 我們是配置的 180長 是6公斤而已 它是倒三角形的 大捲式的彈簧 那個彈簧的話 放在CIVIC 8代呢 呃 只有比原廠的 呃 開起來的感覺呢 稍微硬朗一點點 那如果要的是 比較偏向操控派的話呢 就會建議喔 要裝直捲彈簧 競技的版本 那競技的版本 在筒型上面的配置呢 也不太一樣 競技的版本 後面的話是配置的直捲式的 呃 配置的那個 比較粗的筒型 是M50的軸型 一般道路版本的話 是配置的比較細的筒型 警察你先聽一遍 沒關係 你先聽一遍 所以這個是後面 那後面的話呢 如果喔 車油有要降很低的話呢 譬如說要降到 兩指以下的話 就建議呢 要改後面的 仰角調整器 因為後面的話 它是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那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當車高降低之後的後輪的角度呢 它會變得比較大 這個是輪胎 那當車高降低之後呢 我舉一個比較誇張的例子 輪胎可能會變成這個角度 可是原廠的Camper呢 它並不能調整呢 所以需要改裝這個 它變成可調的 就能夠做Camper的調整 之前的八代還九代 在直播裡面 剛好有車友是有安裝 仰角調整器 裡面的影片呢 就有仰角調整器的產品 好像上一部Civic九代就有安裝 應該是上個禮拜吧 上個禮拜吧 所以如果車友呢 有要這樣的幅度比較多的話呢 就建議呢 要改仰角調整器 那八代九代呢 後面安裝上特別的技巧呢 就是 不能把這個彈簧呢 預載過多 像這個180mm的彈簧呢 它預載時就只有3mm 3mm不是3公分 3mm只有一點點而已 所以桶身呢 一定不能調的太短 太短的話呢 彈簧壓縮過多 一 會有異音 二 有可能會造成桶身壽命的縮短 三 怎麼調呢 都不會好做 所以 後面的安裝技巧呢 就是在後彈簧的預載 千萬呢 不能預載過多 好 這個是後面 CIVIC八代跟九代的後面 那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 後行李箱內側 我們把這個試毯呢 稍微掀開之後呢 就能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方 所以八代跟九代的調法呢 都是在後內飾板的內側 這個是我們後面的筒心 這個是粗的 這個是粗的筒心 這個是M50的筒心 那防繩套的話也都有附 阿炮哥好 這個防繩套的話也都有附 它是附一個加長型的 加長型的防繩套呢 它能夠對最需要保護的筒心呢 做一個全面性的保護 所以它的筒心呢 它的防繩套能夠全部都照住筒心 它的防繩套有做的比較長 然後這個寬度也比較寬 所以有可能在下雨天之後呢 這個軸心上部呢 有可能會有積水 但這樣的配置呢 比較不容易積水 比較不容易生鏽 那最主要呢 這一台是禁忌的版本 所以它的筒心呢 做的比較粗 這個是M50的規格 活在的話呢也是加大的 這個是車友 原來已經使用一段時間的避震器 那這一套避震器 其實也是算是 應該是單桶的結構 它的前面也是配直捲彈簧 後面的話 配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那上部的 原來8Bi上部有一個 蠻大的一個上向表 這個就直接拿掉 它上下的話就 設計是沒有沿用的 這個用的比較久了 所以剛好有漏油 所以車友就選擇來汰換 現在在拆裝的是 右後方 這個是直捲 後面的話呢 經濟版的 配的是直捲彈簧 那經濟版本呢 直捲彈簧 它的下方 橡皮呢 是跟原廠的規格 是不合的 所以我們KT呢 也都有附一個 新的橡皮 來 合上那個 原廠的下支幣 這個地方呢 會有附一個橡皮 那上方呢 有一個橡皮墊 防止它 這個台灣的機構 會有鬆動 會有硬硬的狀況 這個配置真的已經出了好多套 車友的話還蠻捧場的 所以這個 設定呢 尤其是北部的車友 還蠻捧場的 因為一般的話 我們都還是裝 道路版本居多 這個版本 好像還蠻多 八代的車友有安裝 那如果 版上剛好有八代車友 也是安裝這一套的話 可以跟車友一起分享一下 使用的心得 這個車況也顧得很好 那這個是 車友原來也有改裝的 這個是17吋的 215457的胎圈 現在只有剩下優惠還沒有安裝 所以如果車友有任何問題 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聯絡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 也很歡迎 可以到KT Racing的粉絲團 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今天的CIVIC的八代直播 就到這裡了 你好 這一套的話 是禁忌的版本 所以它的價格 跟一般道路版的 比較不一樣 道路版本的話 我們是2萬6萬公 它有含前面上座 也有含四輪的定位 那這一套的話 是禁忌的版本 它是配置於遠上座 所以它的價格 比較高一點 這一套是2萬9千塊完工 如果車友有要降很低的話 改裝避電器的時候 還是要建議 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建議要一起改 9.5代SI雙門 當然有了 9.5代的SI 我們也有 然後 9.5代的SI 它的前腳的規格 跟9代的SI 是不太一樣的 對不對 因為這一台 我們剛好有做 所以就比較清楚規格 剛剛 楊大的話 有問看看 Civic 9.5代 Civic 9.5代 跟9代 這個仰角的規格 是不太一樣的 9代是不能安裝的 只有差異在這裡 但我們都有 可是 很容易會出錯 因為 車主的話 可能比店家 還要更了解這樣的細節 那有可能在 車主 跟店家的話 是說9.5代SI 但是呢 店家有可能會 跟我們工廠 表達的是9代 那就有可能出錯了 所以 如果是9.5代的SI 請特別特別 要跟店家 或者是 跟工廠 要特別交代 才不會出錯 價格也一樣 9.5代的價錢 跟8代 9代 我們價錢都一樣 道路版的話 是2萬6 然後競技版本的話 是2萬9 那9.5代的SI 這個版本 大部分的車友 都會選擇是競技版本 所以呢 如果楊大有需要試乘的話 不用客氣 先做看看 因為 BNC 就真的是要做看看 覺得滿意之後 再考慮就好了 如果覺得做起來不滿意 直接跟我們 KT的業務打槍 也沒關係 交個朋友也沒差 所以 BNC呢 會建議大家 尤其是9.5代 9.5代的 引擎動力也比較大 所以 經濟版本的話 是還蠻推薦的 很歡迎來試乘看看 我們工廠裡面 也都有實車 可以試乘 我們工廠 KT的工廠 是在台中 可以很歡迎來試乘看看 OK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好 好 拜拜